這疼疼的水餃起鍋 讓人看得是垂涎欲滴 各種內餡一口咬下 讓人忍不住一顆 接著一顆停不下來 但是小小一顆的水餃 熱量其實並不低 營養師表示 一餐吃10顆是最剛好的量 其實應該要看就是 因為一顆水餃大概是50大卡的熱量 所以10顆的話大概是500大卡 是等於一個低GI餐盒 那種健康餐盒的便當的熱量 不同水餃薄的內餡 熱量並不同 大家最愛的韭菜水餃 就有69大卡排行第一名 4顆水餃熱量就等於一碗白飯 第二名韓式辣味56大卡 第三名韭菜鮮蝦54.7大卡 第四名高麗菜豬肉水餃50.4大卡 玉米水餃49大卡排行第5 熱量都不低 像泡菜口味可能口味比較重的 那民眾記得就是另外的那種醬料 就不要再沾太多 因為本身泡菜味道它的鈉含量跟一些可能食品添加物已經夠多了 所以其實不要再另外加醬油 營養師表示若民眾害怕攝取過多熱量 可以先吃燙蔬菜再來喝豆漿 最後才吃水餃 吃對順序可以避免吃下過量的水餃 還能輕鬆管控熱量和糖 掌握不沾架 避免搭配勾芡的湯品為原則 就可以安心吃水餃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民生新聞的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被刨口 LC 被刨口 谢谢观看